同学们好,今天我们来学习人体内废物的排出 通过今天的学习,你要达到以下学习目标 第一,能说出人体产生的废物排出体外的途径 第二,描述人体泌尿系统的组成 第三,描述肾脏和肾单位的结构 我们知道,组成人体的结构和功能单位是细胞 细胞的生命活动需要能量 能量从哪来呢? 对,来源于呼吸作用对有机物的分解 比如糖类、脂肪和蛋白质等有机物的分解 这些物质分解都会产生二氧化碳和水 蛋白质分解还会产生尿素 此外,有的核酸分解还会产生尿酸 那么,二氧化碳、尿素和尿酸都是废物 需要及时排出体外 人体内多余的水、无机盐也需要及时排出 那么,人体把这些废物以及多余的水和无机盐排出体外的过程 就叫排泄 同学们想一想 人体通过哪些途径进行排泄呢? 对,二氧化碳可以通过呼吸系统排出体外 尿素、尿酸以及多余的水和无机盐可以通过尿液排出 你做过尿常规化验吗? 这项检查能反映人体什么系统的健康状况呢? 对,泌尿系统 这是人体泌尿系统的组成图 它有哪些器官组成呢? 哪个是主要的器官? 我们继续学习 请你按下暂停键 参考教材第73页的图4-43泌尿系统的组成 用3-5分钟的时间进行思考和主图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泌尿系统是由哪些器官组成的呢? 对,它是由肾脏、输尿管、膀胱 以及尿道组成的 肾脏 位于人体腰部脊柱的两侧 靠近腹腔的后臂 左右各一个 它的功能是形成尿液 尿液通过输尿管 输松至膀胱 膀胱能暂时注存尿液 最后通过尿道排出体外 这是肾动脉 这是肾静脉 请你根据你以前学过的知识 推测一下 血液是怎样进出肾脏的呢? 对,血液经肾动脉流进肾脏 再通过肾静脉流出肾脏 那么,尿液的形成 与血液循环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有同学说 通过血液循环 肾动脉将全身细胞产生的尿素尿酸 以及多余的水和无筋盐 运送到肾脏 在肾脏形成尿液 并排出体外 然后,通过肾静脉 将排出了尿素尿酸 以及多余的水和无筋盐的血液 再运送到人体的其他部位 非常好 由此看来 肾脏是泌尿系统的主要器官 那么,肾脏是如何形成尿液的呢? 下面,我们继续来学习肾脏的结构 这是成年人的肾脏 长10到12厘米 重120到150克 这是某哺乳动物的肾脏 请你观察一下它的颜色和外形 肾脏是红色的 外形像蚕豆 凹陷的一侧叫肾门 是输尿管与肾脏连接的部位 此外 也是肾动脉 肾静脉出入肾脏的部位 将肾脏重剖开 从颜色上来看 我们发现由三部分组成 外这部分颜色深 是肾脾质 中间的部分颜色稍浅一些 是肾脏质 最里边部分覆盖了脂肪 脂肪下面是空腔 叫肾鱼 肾脾质和肾髓质 是肾脏的食质部分 称为肾食质 这是肾脏纵切模式图 通过这个图 我们不难发现 血液通过肾动脉流入肾食质 再经肾经脉流出 血液流经肾脾质和肾髓质后 形成的尿液汇合流进肾鱼 再通过输尿管运输 请你猜想一下 血液在肾食质部分 经历什么样的过程 才能形成尿液呢 要揭开这个谜底 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了解 肾食质的结构 这是显微镜下的 小鼠肾脏纵切图 我们发现有很多类似的结构 我们通过模式图 来了解一下 这是形成尿液的结构 和功能单位 肾单位 每个肾脏大约有100万个 请你按下暂停键 参考教材第73页的图 四缸44 肾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用三分钟的时间进行思考 完成著图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肾小球 是由入球小动脉 分出的许多毛细血管 弯曲盘绕而成的血管球 出球小动脉分支 形成毛细血管 肾小囊套在肾小球的外面 囊必分内外两层 肾小囊下接肾小管 肾小管弯曲细长 周围缠绕着大量的毛细血管 肾小管 肾小管的前端 与肾小囊腔相通 后端与其他肾小管 会合 形成集合管 集合管通入肾鱼 肾小囊和肾小管 组成的结构 像一个小落斗 这是肾经脉 接下来 请你分析一下 肾单位里的血液流动情况 并将血液依次流经的结构 进行排序 请你暂停视频 用三到五分钟的时间思考 完成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血液在肾单位里的流动情况 肾动脉 分支形成很多入球小动脉 血液从入球小动脉流入肾小球 再从出球小动脉流出 然后流入肾小管周围的毛细血管 再流入肾境脉 那么 尿液在肾单位里的流经顺序 是什么样的呢 接下来 请你接着分析 请你暂停视频 用三分钟的时间思考 完成 你完成了吗 我们发现 集合管 肾小管 以及肾小囊腔 是相连通的 因此 尿液流动的途径是从 肾小囊到肾小管 再汇合到集合管 有同学可能有疑问 肾小囊 和肾小管 组成的结构 像个小漏斗 会起什么作用呢 为什么肾小管 周围缠绕 那么多毛细血管 那么 血液在流经 肾单位的过程中 需要发生 什么样的变化 才能形成尿液呢 我们下节课将继续学习 我们把本节课的 学习内容小结一下 人体在生命活动过程中 产生的废物 有三条排出途径 其中 二氧化碳通过呼吸系统 以气体的形式排出 尿素 尿酸 多余的水和无基盐 主要是通过泌尿系统 排出的 泌尿系统的主要器官是肾脏 它能形成尿液 肾单位是形成尿液的结构和功能单位 主要由肾小球 肾小囊和肾小管组成 此外 尿素 多余的水和无基盐 还可以通过皮肤形成汗液排出 而在人体小肠内 为被消化和吸收的物质 下行至大肠形成粪便 通过肛门排出体外的过程 称为排移 这是今天的课后作业 请同学们认真完成 今天的课就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人体内废物的排出 通过今天的学习 你需要达到以下学习目标 第一 能概述尿液的形成和排出过程 第二 说出人体产生的废物排出体外的意义 第三 认同肾脏的结构 与其功能相适应 通过上节课的学习 我们知道了形成尿液的结构和功能单位是肾单位 那么血液在流进肾单位的时候 究竟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才能形成尿液呢 这节课 我们就一起来揭开谜底 这是某健康人肾动脉中的血浆和尿液主要成分的比较数据表 那么尿液和血浆的成分有什么不同 你认为排尿主要排出哪些物质 你可以按下暂停键 用两分钟的时间完成 好 与血浆相比 尿液中没有蛋白质和葡萄糖 每100毫升尿液中尿素和无极盐的含量明显增加 水的含量略有增加 这就说明排尿主要是排出尿素和无极盐 以及多余的水 上节课 我们分析了血液在肾单位里的流动途径 那么血液在流进肾脚球的时候 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我们先来看数据 这是某健康人肾动脉中的血浆和肾小囊中的液体主要成分的比较数据表 血浆和肾小囊中液体成分的变化 说明肾小球和肾小囊壁的作用有什么特点 你可以按下暂停键 用两分钟的时间完成 我们通过比较不难发现 肾小囊中的液体只含有很少量的蛋白质 而水 葡萄糖 无极盐和尿素的含量 与血浆相比 变化不大 那么 这就说明肾小囊和肾小囊壁可以透过水 葡萄糖 无极盐和尿素等小分子物质 而大分子的蛋白质则不能透过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对肾小囊的结构做进一步的了解 肾小囊是由许多毛细血管弯曲盘绕而成的血管球 进一步放大 我们发现毛细血管壁上有很多微小的孔隙 因此 当血液流进肾小囊时 肾小囊和紧贴着它的肾小囊内壁可以起过滤作用 像水 葡萄糖 无极盐和尿素等小分子物质就可以过滤到肾小囊中 肾小囊中的液体称为原料 人体每天能形成大约180升原料 这是肾小囊的滤过作用的动态示意图 只有小分子物质可以过滤到肾小囊腔 有同学可能有疑问 葡萄糖是细胞生命活动的主要能源物质 此外大部分的水和部分无极盐对人体也是有用的 不能排出去啊 那么原料在流进肾小管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这是某健康人原料和尿液的主要成分的比较数据表 我们发现 在原料中出现葡萄糖 而在尿液中并没有 这说明肾小管有什么作用呢 对 这说明肾小管可以重新吸收原料中的全部葡萄糖 那么 原料经过肾小管的重吸收以后 形成的尿液量每天只有约1.5升 比原料少了许多 有同学可能在思考 肾小管每天的重吸收量很大 那么它是如何实现的呢 我们接着来看资料 这是一个肾单位的结构模式图 这是肾小球和肾小囊 弯曲细长的是肾小管 ABC表示肾小管三个不同区段的上皮细胞 那么请你根据ABC细胞的形态 分析哪种细胞所在区段是重吸收的主要部位呢 你可以按下暂停键 用三分钟的时间完成分析 你完成了吗 应该是 ABC细胞所在区段是重吸收的主要部位 因为ABC朝向管腔一侧的细胞膜上有很多凸起 凸起越多 表面积越大 那么这与重吸收功能是相适应的 有同学在想 肾小管重吸收的全部葡萄糖 大部分水和部分无积盐都能进入血液吗 回答是肯定的 我们来看 肾小管外面缠绕了大量的毛细血管 因而能保证肾小管从原尿里重吸收的葡萄糖 水和无积盐再次进入血液 有同学在说 肾单位的结构太巧妙了 是的 人体的结构与其功能是相适应的 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中会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 这是表示肾小管重吸收作用的动态示意图 通过肾小管的重吸收 原尿里全部的葡萄糖 大部分的水和部分的无积盐 进入包扰在肾小管外面的毛细血管中 送回到血液里 而剩下的水和无金盐 尿素等就形成了尿液 现在同学们对尿液的形成过程是不是很清楚的呢 请同学们对照尿液的形成过程示意图 来尝试描述尿液的形成过程 你可以按下暂停键 用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完成 好 我们将尿液的形成过程一起来总结一下 当血液从入球小动脉流进肾小球时 通过肾小球和紧贴着它的肾小囊内壁的滤过作用 形成原尿 原尿再通过肾小管的重吸收作用 最后形成尿液 我们通过一个动画 来看一下尿液的形成过程 这是肾小球的滤过作用 形成原尿 这是肾小管的重吸收作用 我们不难发现 尿液的形成是连续的 肾脏中形成的尿液 经输尿管 流入膀胱暂时注存 膀胱实际上是一个囊状的结构 膀胱壁主要由平滑肌组成 有弹性 一般能储存300到500毫升的尿液 当膀胱里的尿液储存达到一定量时 膀胱壁受压 人就会产生尿液 排尿时 膀胱肌肉收缩 尿道阔跃肌舒张 尿液就从膀胱中流出 经过尿道排出体外 因此 尿液的排出是间歇的 通过学习 我们知道肾脏是人体非常重要的器官 当肾脏功能衰竭而无法正常工作时 体内的废物就不能排除 人就会因中毒而死亡 肾脏功能衰竭的人可以使用人工肾脏 他可以模拟肾脏的工作 过滤人的血液 进行血液透析 这是血液透析的示意图 患者通常每周进行两到三次血液透析 以便及时排出体内的废物 血液从人体内流出 经过血液泵的加压进入这个容器里 然后排除了废物的血液 再通过这条管子流回人体 有同学在想 有没有比血液透析更好的办法呢 回答是肯定的 那就是进行肾脏器官移植 随着生物科技的发展 如今许多患者通过他人捐献的器官 获得了新生 但是肾移植所需要的正常器官 往往来源不足 为了救治更多的病人 不少人立下遗嘱 自愿捐献有用的器官 此外 人体内的尿素 以及多余的水和无机盐 还能通过皮肤中的汗线分泌汗液排出 这是人体皮肤的结构示意图 皮肤包括表皮和真皮 皮肤下面是皮下组织 表皮最外面的几层角质化的细胞排列紧密 既能够阻挡体外的细菌和异物侵入 也可以防止体内水分之间散失 真皮位于表皮下面 比表皮厚主要由结地组织构成 皮肤还有毛发 皮脂线 汗线 指甲等附属结构 汗线包括 非密布和导管两部分 非密布位于真皮的深层或皮下组织内 由盘曲成团的细管组成 周围有毛细血管 汗线的导管细长 开口与皮肤表面 汗液是汗线分泌的液体 其中绝大部分是水 还有部分无基盐和少量的尿素等物质 汗线分布于人的全身皮肤 在液窝 掌心 足底等处分布较多 人体细胞时刻在进行呼吸作用分解有机物 产生的废物需要及时排出体外 尿酸在体内大量积累会引起痛风 这是痛风病人的手 关节已严重变形 这是由于患者体内的大量尿酸无法排出体外 在关节处积累 因而引起关节变形 疼痛 运动障碍 此外 尿酸还会在泌尿系统中形成结石 这是从患者体内取出的结石 除了药物治疗外 还要保证足够的饮水 通过排尿将体内尿酸排出体外 另外 尽量减少食用引起尿酸升高的食物 比如肉类和海鲜等食物 水是生命之源 但是如果人体中水含量过高 会出现浮肿和负水 通过排泄 将体内多余的水和无基盐排出体外 可以维持体内水和无基盐的平衡 排泄还可以维持体内的酸碱平衡 血液的酸碱度 与血液中二氧化碳的浓度 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血液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时 血液酸性升高 在医学上叫呼吸性酸中毒 轻者出现头晕 恶心 嗜睡 乏力 严重的出现昏迷 休克 甚至危及生命 那二氧化碳过少呢 哭泣或大笑后 也会引起呼吸困难 大笑时呼出过多的二氧化碳 在医学上叫呼吸性减中毒 排泄还可以维持体温很定 比如人在安静状态下 当环境温度较高时 会分泌大量汗液 人在劳动或运动时 即使外界温度不高 也会大量出汗 汗液具有排泄和调节体温的功能 总之 人体通过即时排泄 可以维持细胞生存环境的稳定 从而保障细胞正常生命活动 水会影响其他物质的排出 比如尿素尿酸的排出需要溶解在水中 因此 人体每天需要通过适量饮水来补充体内的水分 好 今天的学习内容比较多 我们来梳理小结一下 人体可以通过呼吸系统 泌尿系统和皮肤进行排泄 尿素尿酸 多余的水和无积盐 主要是通过泌尿系统排出的 形成尿液的结构和功能单位是 肾单位 尿液的形成 包括滤过作用和重吸收两个过程 此外通过皮肤中的汗线非面汗液 也能进行排泄 人体通过排泄 可以维持体内细胞生存环境的稳定 那么人体的结构与其功能是相适应的 这是今天的课后作业 请同学们认证完成 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 同学们再见